新北市長侯友宜跟衛部部長陳時中同框出席新北市府十四號 舉辦的居家照護記者會 大批媒體擠報新北市府 但是現場竟然有記者出現疑似染疫的症狀 事後自行接受PCR塞檢確診 新北市衛生局立刻啟動疫調 衛生局获報之後立刻針對四名的密切接住者 進行預防性快篩 結果其中一人也是平面的媒體記者 他的快篩結果是陽性 十四號晚間新北市衛生局 又公佈原本快篩陽性的第二名記者 接受PCR檢測也確診 等於同一場記者會已經出現兩名確診者 新北市政府也通知參與的所有人員 必須進行自主快篩 採訪這場記者會的華視新聞記者 總共四個人接受通報之後 馬上進行快篩 還好都是陰性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的快篩結果 也在傍晚出爐 按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 進行快篩 結果出爐是陰性 另外跟記者也有密切接觸的 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 快篩也是陰性 但是出席同場記者會的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 還有發言人莊仁祥 卻沒有立刻快篩 還會受到外界質疑 因為我們早上才接觸的啊 所以目前做快篩 實際上是沒有什麼用處嘛 你要檢伏期也沒那麼快 那明天的記者會的話 還在考慮當中 嘿 好 明天再宣布 在前伏期過後 指揮中心表示陳時中 以及莊仁祥 兩天內也會進行快篩 確保風險不往外擴散